最近阿富汗 我都是在群組看新聞 我真的是不想看新聞 台灣的新聞也不能看 那大陸的那個新聞也很多是標題黨 我都不怎麼看 我都群組的朋友幫我顧慮 提醒阿富汗 中國公民 盡早離境 叫盡早離境 預警局狀況連繫 阿富汗國內衝突不斷 安全形勢更趨嚴峻 據說是那個 塔利班要展開戰略總攻 戰略板工了 阿富汗政府軍 美國培養出來的這一堆傀儡軍團 那個阿富汗政府軍大部分已經 暗中接洽投降 暗中接洽 那個 阿富汗塔利班 跟現在一樣在練兵 跟大陸在福建沿海 廣東 還有 飛天叔叔 潛水叔叔 我講過了 叔叔 我都想趕快叔叔 那以前在2019年 我講那個彎彎海峽的嘛 海峽 首女系 央視首女系 海峽叫彎彎回家 然後我說我彎彎要叔叔 對不對 沒有叔叔是沒辦法回去的 一定要叔叔接 那叔叔 現在有飛天的叔叔在繞 繞臺灣 有潛水的叔叔 有航海的叔叔 在繞臺灣 潛水叔叔把美國 美國潛水艇都趕走了 那太空叔叔就有了 叔叔有太空 有飛天 有潛水 有 有 有航海 只差 現在就差頓地的 開 開裝甲車的 拿槍的叔叔 那是要親自來帶 解救人質的 解救人質解放土地的 這些叔叔背後的大叔叔 底下的叔叔是臺灣小孩子叫 那個你們叔叔背後控制的那個大叔叔是我叫的 啊叔叔快點啊 不要提這個 我們今天重點不是講叔叔 叔叔一定會來的啦 叔叔 你不來的話 會 會有 會有其他的 阿伯 我們叫阿伯 伯伯 阿伯 阿伯 阿伯是以前的那個 入生字 伯 是入生字 是古音 就是大伯的意思 就會把叔叔趕走 你不行 我後來 那阿伯出手就很兇狠 我提過了 不要玩到這樣 那個大叔叔趕快 那個 要趕快大叔計時 我前面提過 我不提 現在這個戰略總攻 阿 那個塔利班戰略總攻 你看他 他打這個戰打了多少年 打了20年 打了 是2001年去 去進兵的 好像是打阿富汗 911事件 已經打了快20年了 美國已經打到不行了 要走了 那個手法跟當年的越南一樣 跟越南一樣 跟當年的越越戰 你看越戰 對越南人來講 他值得 雖然說死了真的很多人 國家打了亂七八糟 但是我永久驅除這個祸患 我國家再來重新建設 這就是有豪氣 當然他這個豪氣是中國人叫他的 不是越南人本身有這個豪氣 當時就是 給你給你給你這樣 所以現在那個阿富汗也有 阿富汗塔利班是自己的 他不是中國人叫的 因為 那個 早在鴉片戰爭的時候 他跟中國同步打鴉片戰爭 我黃大五千第三部有介紹 我黃大五千第三部寫的是整個牌局了 那個他自己一個 建立一個小牌局 因為他是屬於第二根天井鞋的系統 他自己一個小牌局 小牌局的話 他自己 你當時你做不了的事他做 他可以做 所以當時 他就打了類似這種越戰的東西 那個對英國人 就跟他忽悠一直玩 打打打打打打到最後 打到最後英國傷亡慘重 甚至有級戰 你中國打鴉片戰爭輸的時候 他全監 兩萬多英軍 全監 把那個統帥人頭就把你斬掉 送回去 那時候只有一個 當時只有一個軍一逃跑 英軍幾乎全軍覆沒 所以英國是第一次打 然後第二次越戰就打蘇聯 英國後來是想辦法爭回面子 你看 昂格魯薩克遜人 那海盜民主 被改造的就是很要面子 跟美國現在一樣 英國當時就是要面子 逼你阿富汗一定要外交歸我 我一定要搶到什麼特權 他死了那麼多人打輸 但他還希望對方簽不平的條約 我當時我英國是大部落地 日部落地國 用這來壓你只是一個 一個酋長國 那是阿富汗酋長國 連進攻清朝的資格都沒有 他是各個酋長的聯盟國 窮到還可以把英軍全監 全監一個都不活 一個都不給他活 只留一個軍一逃跑了 當時是逃跑的 結果他還要面子逼他簽不平的條約 沒關係 因為那時候第二也要來入侵阿富汗了 而且第二是採取蠶食的方法 他們要抵抗這個蠶食 他也要打游擊戰 那他就要英國來聯合 就暫時同意 後來就同意 可是後來打了三次英阿戰爭 最後英國放棄 所以他以前不平的條約過 阿富汗也對英國 我覺得他無所謂阿 他那個不平的條約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反正就是過那樣的生活 那最後再把 對付沙爾 後來第二次 打那種長期越戰 就是對付蘇聯 那是蘇聯 這是近代的 蘇聯 對付蘇聯的時候 這各位都知道 打了一次打這種 打到最後蘇聯 不要他 跑 跑回去 你蘇聯就垮了 你蘇聯慢慢就甩肉了 那這一次第三次 打美國 挑戰更高更高階段了 那美國有一次越戰教訓 所以還不請悟 在阿富汗再來一次 那現在 塔利班聽說要總工 那個美國也準備拋棄他了 美國在阿富汗投資很多 還不像台灣 因為台灣他知道他的勝率沒有 勝率是零 所以盡量是騙你台灣人 票率多少就多少 我不提了 用騙了 反正你有養奴 你有買半 你有見總中華民國政府 國民兩黨 見狗 那所以他是盡量票率 因為他在這邊打一定是輸的 正規打都會 正規圈都會輸 所以他戰略上 戰術上全輸 所以他不可能跟中國打 那 他在阿富汗當時 在小布什時代 很猛的時候 認為會贏啊 好像是贏了 但是現在 2021年這個時間證明你輸了 你小布什何在 你不在啊 那個川普都不想打 那連現在這個 美軍也受不了 那現在塔利班 那我要總工了 簽了一個 跟那個當年北約一樣 簽了一個和談 他要面子 美國要面子 你不能夠侵犯 南約 當時北約的案例是這樣 簽訂停戰條約嘛 然後你不可以侵犯南約 要在和平的方法 談判之下 你看又是拿這個忽悠 現在兩岸也是 和平和平 這個時候就要講和平 和平的狀況之下 和平和平 北約約共說和平和平 你美國一側和平就開始來了 打 紅紅這就是和平啊 對付美國這種忽悠 就這樣啊 對啊和平啊 大炮和平啊 打完不就和平了嗎 現在大陸的外交部也講啊 兩岸統一之後就和平了 和平和平繁榮發展 這個大陸的官方自己會啦 因為你唸的比美國還多 和平發展繁榮 打完再說嘛 打完死完人之後再說 把這些壞蛋政客幹掉再說 這一次阿富汗也是這樣啊 那個在川普時代就已經簽了那個 要要要 撤退要和平啊 可是塔利班連你都不理你啊 他不瞭你啊 他連這個忽悠他都不要做 因為原因是什麼 你就是不能打啦 哈哈 我還跟你講這幹什麼 那變成我忽悠我自己啊 然後你看 有阿拉伯人他有他的那個優點啊 他不跟你玩假套忽悠的啊 然後對付那個雛奸啊 他就有韓式雛奸的味道 我前面講的韓式雛奸的味道 對叛徒他直接就打死了 那他來管你 哪有他不需要用這種內奸啊 直接就把你打死了 阿富汗也有很多人跟美國人合作啊 結果最後就 把他幹掉 所以阿富汗底層 兩幫都很難做啊 老百姓很難做就只能躲 你投 投不跟美國人合作 那個塔利班 他就會暗中就把你暗殺掉 那你如果跟塔利班合作 美國人就炸你 還有澳洲人在那邊施暴 暴 很惡劣啊 所以不過不管怎麼說熬過來的 所以塔利班趕快戰略總攻 直接把美國在阿富汗建立的傀儡之群割喉 因為現在 當時談判的時候 那個 阿富汗政府 政府 比當年的南越 阮文哨還要害怕 因為他知道 塔利班是連 連忽悠都不忽悠的啦 他直接不答應嘛 而且就在你在講和平的時候 外面他就已經開炮了 結果你美國還不是乖乖牽下我要走 跟塔利班停戰 他說我不打你就好了 我一定要打他 結果你美國敢不跟塔利班合作嗎 你美國有實力在跟塔利班打20年嗎 沒有了 沒有了 你看還要用毒品用什麼 很抱歉他是第二根天領邪 他排毒的效率很高 他是子系統 排毒的效率很高 所以你那個毒品他要清除很快 他要清除 那各種方法 而且到最後 他也甚至不用求中國人 所以美國人一直在想 會不會中國人幫他 中國人幫他 沒有 他不用求中國人 因為他他就能對付你了 那個 他的位階不輸給你 關鍵是行上位階 所以他才會 在這邊跟你 連著三場 三個大帝國都把你當場幹 幹在這裡 幹到 喔 喔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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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了 你回去你就開始要衰弱了 原因也是行上的原因 不要以為說你走了就沒事了 所以在那邊打20年好啊 在那邊交戰20年 噹噹噹噹噹噹噹 我在一戰的時候我提過 我提過 參戰的土耳其的那影評一戰再回去看哈 參戰的土耳其哈 那個 為什麼 到最後是這個情況 想要先滅土耳其是絕對做不到的 因為就有 有一股力量在後面在抵住嘛 所以哪怕他弱 只是他不是他的時候而已 等到是他的時候的時候 那他就會反咬你 那不是他的時候你也滅不了他 這個情況就跟當時有點像哈 所以不管阿富汗再怎麼慘 但一定是他贏 你美國要輸 哪怕你在粉絲他的傀儡政權 還是沒用 他的傀儡政權就跟民進黨一樣阿 跟國民黨一樣阿 跟國民兩黨一樣阿 中華民國傀儡政權一樣阿 是沒有用的嘛 他還比這邊有用 因為 美國對當時的 對阿富汗的那個縣政府 他是投資很大的 不管是訓練裝備 通通都 給了很多 早期是給這種武器 後來這種武器一直被塔利班俯獲 所以就乾脆不要了 那就給其他的 可是給其他的也沒有用 甚至他們很多 因為他們沒有錢 罰他們傀儡政府的代言人 他養那些代言人都是要養的阿 那美國養阿 美國出錢養阿 美國出錢養阿 他又不像台灣要自備狗糧 對不對 那出錢養的結果 可是到最後都不可靠 通通不可靠 所以他投資很大 還比你有用喔 他手上的武器還比較多 手上武器還比塔利班多 可是最後還是打不贏塔利班 那塔利班就展開戰略總攻吧 徹底 在中國西進把美國這根釘子 扒掉 讓他整個 美國中東戰略徹底崩潰 徹底崩潰 那崩潰之後 伊朗跟阿富汗就聯合在一起 伊朗跟阿富汗 可以 中國可以透過伊朗跟阿富汗 阿富汗 聊一聊也可以通過巴基斯坦 因為巴基斯坦 跟阿富汗 跟阿富汗 也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那個美國又想要爭面子 想要在巴基斯坦駐軍 巴基斯坦斷斷斷拒絕 叫他滾 你在這裡恐怖分子就永遠不停 所以很好 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終於等到了 對阿富汗人來講 終於等到了 因為在2021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很討厭 那個美軍 我認為美軍當時打阿富汗 不走在那邊駐軍 以剿滅塔利班為名 之後北約介入 其實他的目的是不單純的 跟當年英國人 佔領阿富汗的目的是一模一樣的 他想要從 東西兩境來包夾中國 我講過那個 環形包圍的戰略 但是那是失敗的戰略 失敗的戰略 日本小鬼也他的 當時他 那時候我2001年 我就覺得很討厭 你在那邊埋了一個釘子 很討厭 到底什麼時候能把它掉 終於今天準備要拔 而且我本來以為塔利班 不是塔利班 當時我還沒有想得那麼深邃 20年前 沒想到塔利班活到今天 而且還可以做戰略反攻 雖然說塔利班是一個很 封閉的神學士政權 但你要想一件事情 他 就是因為這樣他才有這個任性 他才有那個位階 啊 第二根天領先我提過了 他那個位階 要這樣想 他才有那個位階 跟西方人 是等位階的 可以把你轟掉 那只要時間輪到他 他的遊戲是那樣子的 我後來知道他們的遊戲是這樣子 所以他不會怕你西方人的 他也只有因為他是這個神學士政權 他才不會 不會像 敘利亞那樣子 也不會像 不會像利比亞那樣子 你利比亞跟敘利亞都是 想要參一點西方的制度進來 但是又不太願意接受 因為你本身是 不可能接受得了的 那兩個相互排斥的底層 怎麼可能接受 那 那你 可是你表面又接受你就露出弱點 所以伊朗一直 要不是他們國家比較大 伊朗一直 也有一個弱點 就是他有用到西方的 支支遊戲 可是他支支遊戲是 很明顯的就是 你們人民選的不算數 人選他直接給你弄過來 是後面有一個宗教領袖來指定的 神也要選 他也是第二根天井鞋 他不怕 但是對他來講就是一個弱點 所以美國可以質押他 就是這個原因 那阿富汗的話 他神學式的結構的話 他就算很窮很弱很沒有條件 你還是質押不了他 而且你如果硬要去打他 他是一個戰略要地阿 阿富汗 因為就在你中國西林 他絕對是一個戰略要地 可是最後這個戰略要地 就是戰略不起來 為什麼 就是 有這種嗎 還把你三個帝國全部幹 趴掉 從英國 蘇聯到 現在美利堅 我在等待看 塔利班最後怎麼打進科布爾 把他的歌喉 然後這就可以拿來當作樣板 我除掉你美國在東亞的 那些釘子也是這樣子 要發痕 要敢發痕 而且 塔利班跟美國的談判的整個流程 我不曉得大陸的 那個單位有沒有去 去把它摳下來 那是關鍵訊息 把它找下來 他跟 美國是怎麼談判的 因為 從他們的眼睛來看你的敵人 會有另外一層面貌 會有另外一層面貌 那你從他的眼睛到底看到美國是什麼樣的美國 你可以從他的反應來判斷 是非常有用的參考價值 跟你自己判斷了 就可以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我 六門橫觀七之三 我有略提到這個策略 這個策略你一般人在生活上也可以用 不是只有國家戰略而已 你在生活上也可以這樣用 就是你要 從透析別人的視角 他的思維 從他的眼睛看到是什麼景象 當然他不會講出來 但你可以 有功力的人可以判斷出來 那從阿富汗怎麼樣把美國整到這樣子的 他的條件那麼爛 什麼都沒有 除了崇山峻嶺 窮不垃圾的牧民 什麼都沒有 那從這個角度 大陸有一些那種腐敗的核統派就該死了 那 這真的要 要如那個莎莎講的 操你媽 你就直接操他媽了 直接踢打 你看看阿富汗 是怎麼把你這個三個大帝國給你 全部給你幹趴的 現在的中國你有那麼多的條件 甚至你手上有的東西美國還沒有 你還有太空戰 美國快沒有了 他根本養不起 然後那個 隱形戰機之後可能只剩中國有了 只剩中國有了 因為美國F-22快要不行 要退了 要退了 F-35是個肥電嘛 一個失敗作品 那你還有什麼隱形機 沒有啦 連六代機 你五代機都養不好 還有六代機 不行嘛 那 美國到最後現在是怎麼樣 山寨自家的那個F-22 因為那個工 工藝全部都閃失掉了 玩到已經沒有 光光 光光 那只剩 你有殲二零和殲三腰啊 那你還怕他什麼 阿富汗什麼都沒有呢 OK 現在以前美國 美國在他跟他威脅他的時候 他一面就在那邊放炮了 我後來知道有一件事是這樣子 放炮結果 美國還是籤啊 籤吧 啊 籤要走 還是要走啊 你再怎麼虎也虎不住阿富汗人啊 英國人當年比你還會虎啊 蘇聯人更是啊 你算什麼 所以 各位有機會重點是什麼 我在這個局勢我可以跟各位點出 去把他跟 阿富汗人是怎麼跟美國周旋的那個視角 那個旅程把他弄過來 然後找他的視角 他是怎麼看美國人看他那個局勢的啊 那 再把他模擬出一套出來 我 我是沒有那個資訊啊 有這個資訊的人 你可以再 透露給我 我可以把它分析出來 分析出來 那 分析出來的話 就可以 後面還可以用吧 等到統一台灣之後 再怎麼樣對美國做最後的 打擊 在 日韓這一邊啊 玩另外一套 就 就借鑒嘛 中國的西陵跟中國的東陵嘛 對不對 一東一西 那有個類似的 Copy下來的那個方法板模嘛 那就可以 讓他 徹底從東亞滾蛋 而且死得很難看 最後就解體了